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胡逸軒 今天的節目中請到天然美化家居的專家 就是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 我想問一問 今次介紹給大家一些 好像我們沒什麼見過的 裝飾家和裝修家的材料 例如這個叫做淘土版 其實淘土版是一種什麼材料 淘土版主要用的材料是用黏土來煮 黏土 對 黏土是一般大家在做陶瓷的時候 燒之前做的黏土 燒完之後就變成了陶瓷 我想問張先生 其實淘土版是怎樣生產出來的 淘土版我們就用黏土加上植物的纖維混合了 然後鋪平了 造成一塊塊的板狀 然後利用陽光去曬乾它 這樣就自然形成一塊板狀的物質了 大家也可以看看 其實淘土版的物質上 摸上去就像泥土一樣 兩層層層的感覺 非常舒服 但其實淘土版和我們一般 用來裝修家的木板上 有什麼分別呢 淘土版是純粹用黏土去製造 木板由樹木來製造 黏土是取株不盡的大自然物質 樹木要經過生長才採用 當然黏土環保意識高了很多 還有黏土呢 因為它本身是可以 它是泥土這樣的功能去吸濕 還有它又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防火 因為它本身黏土它不會著火的 另外它又可以 如果有些radiation 它可以防止radiation 還有它可以做效能的功能 可以做間隔 還有牆面可以做多一層的牆 牆的保護性 或者是天花 都可以作為一個用這個淘土版 就像一般的石膏版的用法 其實這個淘土版 可以讓大家看看 其實這個淘土版就是很簡單的 大家可以看到平時 我們以前小朋友做盧作的時候 黏土的分別都在這裡 但是這個淘土版在上面 會不會做隔音都可以的呢 都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隔音 其實黏土這個材料 是自從人類開始懂得起的時候 都是大量採用的 因為它是保持了一個很好的好處 冬暖夏涼 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聲音 又可以配音 其實我看到這一塊 就是現成做了出來的淘土版 但是今天剛剛張先生也帶了一些 其他顏色的淘土版給大家看一下 我想知道為什麼淘土 就是那些黏土 就是做淘土版的黏土 為什麼會有些五顏綠色的這些色彩出來呢 其實黏土它的種類是很多很多 尤其是在不同的地方 就會有不同顏色的黏土 它原因是因為黏土裡面 帶有些鐵質 就是經地球長時間 它鐵質的燃燒是有不同的顏色出來 就是其實以前 會不會說以前古代人的時候 就是用顏色方面 就是我們沒有現在我們現代那麼鮮豔 但是會不會說就是要這樣 可以做到一些我們想要的顏色出來 也是這樣的 就是可能說家裡的顏色的長身 比如說我喜歡黃色的 可能用這個黏土就是黃色的 其實是 因為以前古時的人顏色 它最大的來源就是礦物質 礦物質很多都是由泥土提煉出來的 這個就是一個顏色的來源 或者我們可以看一看 張先生帶了一些相片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或者看看在裝修上面 怎樣可以運用到我們這些淘土版 就是這個就是 那個淘土版就好像這個 就是代表它為何去做一個間價 它都是一塊一塊 你先用一個鋁鐵做了間價之後 再一塊一塊板去夾上去 就是做了這個形式的時候 然後再可以加多一層自己比較喜歡的東西 對 做完了之後 這個就好像一般間鋁鐵長之後 你可以再可以兩邊去油油 或者批一些批檔 對 但是在這個淘土版上面 就是說我就知道上面很多功能 但是打理方面又會不會比較困難呢 其實呢 因為你淘土版做起了板面之後 你都要油它 油了之後當然要保護它 又不同的色彩 又變成場面更加豐富一些 嗯 那說開呢 你說是清理家居方面的一些打理上面 其實有很多朋友就說 其實就說 那除了這個淘土版之外 那麼阿張先生也都帶了一些 有一點清潔家居的一些產品 想告訴大家 就是怎樣為之是天然地去清理我們的家居 那市面上呢 就很多這些清潔劑 但是呢 我就看到呢 今次呢 就是阿張先生介紹給我們的 就是比較純天然的一些清潔劑 是 例如這個呢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這個算是什麼來的呢 我想先解釋一下 因為呢 我們差不多 每個人家居都有清潔的產品 但是呢 大家都不會去認識到 原來清潔的產品 都有很多問題在裡面 那好像在美國 他說有一個機構是中毒 就是他調查中毒的原因 在哪裏的家裡 那發現呢 大部分很多都是因為用了清潔劑 而出事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是一個是家居裡面的一個很危險的用品 那在天然的清潔劑呢 那主要呢 第一 他們選擇的材料一定是無害的 第二呢 他一定選擇一些植物性的材料去製造 那麼呢 如果我們是吃了肚子 或者是身體上去接觸它 都不會有毒害的問題 那剛剛你指的那盒東西呢 就是我們的有機的一種呢 就是洗衣粉來的 裡面很多洗衣粉呢 都帶有不同的化學物質 那他這個呢 就是一個很安全的物質 嗯 究竟其實有很多時候呢 很多朋友呢 都說 不是很清楚的 那究竟哪些位置叫做 純天然的清潔劑 或者可能洗其他 令到我們呢 平時大家都知道 就是可能 現在我們吃在肚裡面的東西 都可能說 譬如說 生果啊 蔬菜啊 都會有些濃藥啊 甚至乎可能說 就算我們美化家居上面 都可能會接觸到一些化學的物質 但是我們怎樣去選購 怎樣為之叫做純天然的呢 我想要選擇天然的物質 首先呢 你當然呢 你拿起那個產品 一定要看一看他的豬 他有沒有寫過那個成份在裡面 那麼那個成份呢 已經代表了 它裡面是什麼來的了 那麼剛才你說 那些蔬菜 現在就有很多農藥 他怎樣去處理呢 那麼一般來說呢 你可以買一些 豬不洗菜的清潔用品 清潔的產品 那麼你將那個 放些水 將些蔬菜 倒些清潔的那個產品下去 那麼用盡浸住它 那麼它會將 當然它會只可以將你那個 那個 菜表面的 有毒的物質去了 但是有時候菜 本身會吸收了下去 那就沒有辦法了 那麼所以最好的方法呢 都是吃一些有機菜 對啦 就是最好呢 都是比較天然一點 對啦 安全一點 就算我們吃呢 都要吃得健康一點 甚至乎呢 就算我們用原來 在家居的一些清潔劑 都要用一些 是盡天然的製造出來的 那麼我們呢 不如呢 我們稍後回來啦 繼續跟大家一起 家庭浪漫具 休息一會兒 我們知道吧 涉獵細緻影像 全新二千萬像素 Samsung NX200 音樂不單止可以聽 還可以按摩 O-SIM 星星帶 將我喜歡的音樂 化成鼓動式按摩節奏 舒緩肩頸肌肉 一邊聽歌 一邊享受按摩 音樂魔力 重新感受 O-SIM 星星帶 O-SIM 除菌 防媒 闢味 一支鼻腸探 淨化家居 無困難 全港唯一被長探專門店 探資源 傷心悲痛 與他最後一刻 清憂寬躺 讓他長半左右 情永在為你做到最好 要借著甲荃 就要用真正無甲荃的傢俱 Cubis 靈甲荃智慧家具 可自由組合 快點登入這個網子 看真點吧 至尊老水 響如全球 滋味和乾 飛升國際 潮式美食 堪清霸 柱旺拿手 色香味 潮味居 訂座電話 2834-6669 全港首創 積湯油水燒龍蝦 特價38元 還有備製五色生蠔 和過百款燒烤入你選 想試一下如何把村式燒烤 融入港式風味 那就快點來 佐敦的龍蝦燒試一下 訂座電話 2780-0088 由漁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由漁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的繁榮 你和我都有出力的 各韓國業都有韓馬功勞 你在哪些行業曾經出力過呢 我又在哪些行業默默耕耘 透過各韓國業的前景 是有志者朋友尋找理想的地方 各韓國業你不用錯過 每日好生活 新勢力主持 每日送上精彩生活資訊 和你品嘗各種口味 享受豐富美食 時尚服飾 即時展示給你看 潮流達人教你化美妝 換身綠 創意無限 發揮你的藝術細胞 還有藝人上來聊天 聊天 自七十年代開始 香港每年都會誕生潔青 他們來自各行各業 他們工作表現優秀 而且肯回饋社會 潔青未必一定是億萬身家 也未必一定是零中零人 之所以因為是潔青 是因為他們比別人付出更加多 一個請他們上來聊聊天 講一下自己 講一下社會 講一下如何清出於難的節目 清出於難 約定你 na, 自己正好 我又多做過 馬上要求無限 那天 你更多的地方 我沒有人要理會 也不會覺得 你不得 高兵 那便當天 繼續回到李嘉廷樂安居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胡逸軒 今節的節目裡面 繼續請來天然美化家居的專家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 你好 剛剛上一節的時候說到話 在清潔家居的時候 都要用一些純天然的清潔劑 那究竟純天然的清潔劑 究竟成份包含了些什麼呢 我們的純天然的清潔劑 主要的成份以植物為主 再加上一些植物裡面的技術 怎樣去使用它 我們清潔達到最大的效用 但是很多朋友都說 純天然的一些清潔劑 和市面上買到的清潔劑 譬如說有時候去污漬 去油污 其實在分別上面都大不大呢 其實都大 因為不同的產品 它有不同的特性 還有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技術 好像我們的產品 它本身是用一種 Tensor的技術 它可以使得更加容易去除雜質和污漬 使用這些純天然的清潔劑 會不會有什麼地方要特別注意一下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注意 因為這些是很安全的 除了說你可能不小心吃了下肚子 少量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是拜量一定要去找醫生 可能有時候小朋友都會不慎 吞下肚子 可能就說少許 就算如果你是真的的話 可能不慎 入口的話 可能都要找醫生去幫幫忙 或者是看醫生就最重要了 不算是沒有毒的 是很安全的 其實夏天有很多朋友都說 例如說有蚊 很多說那些烏鷹 滋生在家裡了 究竟用這些純天然的產品 會不會可以幫助我們 如何去滅這些害蟲 其實市面上 都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還有很多知識 就是有很多用植物 或者用礦物質 來防蟲 或者驅蟲 那好像植物裡面 大家都知道 有些芬衣草 或者是胎 或者是茴香 都是一種很好的驅蚊的物質 那在礦物質裡面 我們大家都知道 石灰 是 龜酸 鹽 還有 彭酸鹽 都是一種礦物質 很有效的 可以驅蟲 那你有沒有一些純天然的殺蟲劑 剛剛我提到的一種礦物質 就是叫做彭酸鹽 它是一個粉末的物質 粉狀 粉狀 它最有效的就是殺蟲 螞蟻 螞蟻 蟑螂 還有那些失蟲 是非常有效的 那它怎麼殺呢 它不是說要毒死那些害蟲 它主要使到那些害蟲 進入了身體裡面 使到那些害蟲 它就失去吸水的功能 它會是自然的死亡 市面上有很多 譬如說我們接觸到的一些 譬如說殺蟲的產品 通常都是一些化學的成分 但這次我們這些是純天然的一些殺蟲劑 其實在這個區別上面 會不會說在那個接觸到的 譬如說好像有些人說 殺蟲的時候我接觸到在手部 甚至乎可能有些人說不能碰 但如果我們使用純天然的殺蟲劑 那會不會說弱性沒有那麼強 要用多一點的呢 其實都不 雖然因為這個 好像剛剛我提出的一個例子 我用那個彭酸炎 它是如果你是用人的 人體上它不會損害的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害蟲 因為一個害蟲的體積是小的 它的效用又會高 其他的動物或者人類 根本不會有那個影響 但我可能說我家裡有養小動物的 即是有狗、有貓 但萬一人就說我們去看醫生 但其實會不會說對動物 都會有些特別的影響 但可能都是純天然保釋的 好像剛剛說的彭酸炎 它主要是針對一些微小的害蟲 如果好像寵物那些 它的比例來說是不會受影響的 它是很安全的 當然不可以說 當這件事直至去灑在牠身上 在那裡玩牠就不太好 都可以安全地使用 總之家裡就算有寵物的話 都沒有問題 剛才也說了 劑量上會不會特別多些 也不需要特別多些 只要是根據使用方面 要用多少就可以殺哪些害蟲 這樣就可以了 也不一定 因為這個主要的害蟲 它是可以進入牠的身體 它電到進入了身體 會有效用在裡面 所以不需要強力一點 可以殺牠 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我看到有很多 譬如說現在在桌面上 都有一些特別的 專門用來殺蟲 甚至乎良化家居清潔的一些用品 譬如說有一些我看到 專門用來殺蟲 其實這個也是一些粉狀 粉狀 會怎樣使用呢 通常會放在家裡 那些長角 甚至乎灑在地毯 通常都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其實有兩種產品 一種就是粉 一種就是把粉狀變成水 混合了水 那粉狀如果要像剛剛你說 我可以灑在地毯下面 都會有效用 水可以用來噴 噴到牆邊長角 因為它只是做一種黑色的作用 讓水是揮發走 它燃到的粉都會在 那些昆蟲經過 它就會黏到牆牆 它可以吃到 它就會自然會死亡 但是一般來說 這些天然的殺蟲劑 甚至是清潔的一些假區 先說一下這個殺蟲劑 會不會效力會有多少天 甚至是何時會再使用呢 有沒有這樣區別呢 因為這個是天然的礦物質 它不是用一種毒去毒死它 主要的效用是當那個蟲 那個害蟲 它進入了身體 吃掉它 它在身體裡面 它就會放 就是制止了吸水 它吸不到水 它會死亡 不是一種毒的方式 它會死亡 即是說用的方法 都是比較令它自然的死亡 再加上就是說 譬如說我當我今天在家用了這些殺蟲劑 會不會定時定後再使用多一次呢 還是要怎樣呢 即是在時間上來說 需要多少天再去清潔呢 就要看你自己的需要 有時你是說我這次噴了 或者下星期再噴一次 那都沒有什麼影響 即是不怕太噴 使用的時候都不需要 其實除了我們現在介紹了一部份的 一些使用的一些純天然的清潔劑 還有一些殺蟲劑之外 其實在這一類的產品上面 還有什麼純天然的產品 是幫助我們家居的呢 除了我們清潔 家居其實裡面有很多產品 我們都在用的 你有最大一項就是油漆 油漆 因為你在家裡最大的面積就是需要油漆 我們的油漆 我們都會有一種用天然物質做的油漆 它跟外面用石油化工做的油漆 是完全不同的 是沒有毒性的 又不會揮發一些有毒的氣體 在我們的家居裡面 使我們能夠生活得更加健康 通常這樣用一些純天然的產品 在我們家裡 會不會真的令到我們 就算我們的生活 或者可能我們人體的健康 都會特別好一點 這個當然 所以你生活得在家居裡面 什麼都很安全的 沒有毒的 你的病痛也會比較少 嗯 總之就是使用這些純天然的產品 令到大家的生活上健康一點之餘 總之天天都可以過一些很好的生活 今天也是非常感謝張先生 跟我們講解了這麼多 就是關於用一些純天然的 純天然的一些使用的一些劑量的一些用品 還有這個這麼好用的這個 用黏土做的這個淘土版 非常感謝張先生 那我們下一次的節目時間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